大家好,我是湘明 饭店里的鱼香肉丝为什么那么好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详细做法 简单美味超下饭 准备一块猪通鸡或者里脊肉切成片 厚度大约1 3厘米 接着切成粗细均匀的丝 如果想切的时候更方便一点 可以把肉放到冰箱冷冻一下 切好放盆里开始腌制 加入一味勺盐 少量白胡椒粉 加入料酒去腥老抽上色 加一点水抓拌均匀 这样肉丝吃起来不会发柴 抓至肉丝有一点发碾 加入半个蛋清 加蛋清可以让肉丝吃起来更嫩滑 继续抓拌大约半分钟左右 加入少量淀粉拌匀封锁水分 淀粉不要加太多 要不炒的时候会发黏 抓匀后加入少量油 防止肉丝下锅以后粘连 放一旁腌10分钟 一小把蒜台窄洗干净切成段 胡萝卜 胡萝卜半根切片 满方整齐切成粗细均匀的丝 切好跟蒜台放一起 木耳提前泡好切成细丝 选木耳的时候尽量选择个头大一点的 这样做出来比较美观 准备大蒜和生姜拍散做成末 小葱白切碎或者大葱切葱花 下面调一个料汁 一味勺盐和鸡精 一勺半白糖 生抽一勺 陈醋或者香醋两勺 加水稀释 加入少量生粉搅拌化开 生粉细腻颜色偏白多用于勾芡 备好以后操作 锅里水开下入配料焯水 饭店都是过油不太适合家庭操作 再次开锅五六秒钟倒出 锅烧热加入油滑锅 热锅凉油炒菜不会粘锅 油热以后倒出 重新加入凉的油 下入肉丝炒散 咸勺子不好用 可以用筷子操作 完全炒散以后倒出 锅留底油下入葱姜蒜炒香 接着下入红泡椒炒出颜色和香味 没有的可以用豆瓣酱代替 完全不吃辣就放番茄酱 炒好下入配料翻炒几下 这个时候要用大火炒才能炒出锅气 翻炒个五六七八下下 下入肉丝炒至香味融合 肉丝下锅后不要炒的时间太长 要不吃起来会发柴 把料汁拌匀后倒锅里 翻炒几下开大火把汤汁收紧 如果做盖饭的话汤汁可以多留一些 炒好以后出锅装盘 一道好吃下饭的鱼香肉丝就制作完成 喜欢的朋友麻烦您多多支持一下 可以点赞和转发给更多的朋友 有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下期见